各位朋友早安 為何今天會定這個題目 今天是逢星期二的週二網站 或是叫教室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都想把健康、扮靚、小提示 和大家分享 我最近收到很多很多人 都會特意去WhatsApp我 或是看到我就問我 其實他們覺得New Skin產品真的很好用 特別是我們的PayPal Mask 特別是現在我們秋冬護理 New Skin一直以來很堅持的取優捨劣 和A-Shop的科技 已經是產品的優質度很高 但他們就問 為何我經常都沒有用得那麼好 為何你經常都發光 為何你的臉粉這麼貼 為何你有時拍照出來 為何你的臉粉這麼感致 我通常都會問他幾個問題 我發現問了之後 其實很多人有把產品放在臉上 有把產品用 但他沒有把產品用好 其實就很浪費了這麼好的產品 好嗎 我先說說一般人 留意少了地方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 平衡水 我用這兩種 我用180系列 這個Mix 和這個Tona 其實有很多人洗完臉後 他們是沒有塗Tona 直接塗精華素上去的 其實有塗Tona 和沒有塗Tona 即我們的平衡水 在皮膚上塗精華素 或者臉霜 其實效果是相差很遠的 好的地方是什麼呢 先說一下原理 因為水的pH值是7.9% 我們皮膚的酸鹼值 偏鹼症的時候 其實吸收產品 和發肥產品的成份 是沒有那麼好 所以洗完臉後 就立刻塗PH Balance 或者用180系列 噴這個Mix 然後再塗精華素 所以這是第一個 很重要的用品 有效的防線 和提示 好 洗完臉後 我做銅硬的 我做銅硬的 那需要先塗平衡水嗎 是需要的 因為剛才我所說的 你的皮膚值 去到PH5.5的時候 你吸收 和發揮有效的成份 是事本功夫 所以 洗完臉後 你第一次不是塗這件產品 就是塗平衡水 好了 用銅硬的 銅硬面膜 就是Step 1 現在有很多人知道 因為覺得 方便 或者覺得時間不夠的話 會把五支 混合在一起 把銅硬的五支產品 即Step 1 和Step 2 混合在一起 我非常推薦 不建議 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產品 Step 1 是針對清潔的部分 其實同時做清潔 和保濕 其實皮膚很難發揮得好 所以我自己這麼多年 都堅持Step 1 就只做Step 1 知道嗎 敷了Step 1 20分鐘之後 我知道 有些朋友 就這樣用手 抹了 洗掉它 或者用Facial紙 抹了它 那我就不建議 為什麼不建議呢 我建議大家按摩 把銅硬的Step 1 按摩 按摩起碼 20秒到30秒 甚至乎 夏天的時候 或者皮膚比較厚的人 按摩一分鐘都沒有問題 為什麼沒有問題呢 或者重點在哪裡呢 就是這個產品 就是 我們的 輕柔磨砂膏 輕柔磨砂膏 它的分子是 二變四 四變八 八變十六 十六變三十二 它是分解了皮膚表面的角質層 然後透過剛才的二變四 四變八 八變十六 十六變三十二 將死皮可以推卸出來 將死皮可以推卸出來 所以 這個產品 Step 1 用完之後 不要馬上抹走它 按摩 20秒到一分鐘左右 你才輕輕用水 去清洗它 那皮膚Step 1的效果 就做得非常之好 好了 做完Step 1之後 當然要塗些什麼 當然要塗我們Step 2 對嗎 Step 2 有些人會說 一半一半 有些人會說 三分二三分一 我自己比較喜歡 三分二三分一的份量 這樣混合去做 好了 做完Step 1之後 是不是塗Step 2 不是 不是 塗什麼 塗平衡水 所有東西塗之前 洗完面 都要塗平衡水 所以這支平衡水 我家是用很多很多的 一定要塗平衡水 塗完平衡水之後 就塗上我們Step 2 OK 好了 所以有些人會問 如果我遲了起來 我不夠時間 如果我想做童顏 怎樣做好 我做Step 1好 還是Step 2好 如果你有半個小時 我建議你兩個Step 都做 但你說我只剩15分鐘 我建議大家 就只做Step 2 不要做Step 1 我不是很建議 做完Step 1 不立即做Step 2 因為其實在我們女性 或者皮膚 不要說女性 在皮膚裏面 要做到抗老 第一個把關 就是保濕 保濕 不是清潔 是保濕 所以我們平時 我們有做Numi 有用其他產品 清潔不會太差 所以如果你真的 不夠時間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用這個 可以嗎 用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用銅銅 現在大家每個都會用的 產品的時候 為什麼用得好的秘訣 可以嗎 可以嗎 如果你說 我真的 跟兒子 在做密書考試 沒有時間擦過面膜 是否讓他敷膚 或者這個已經吸收到 已經剩下很少 又是乾敷 不要 立刻衝到廁所 用這個NAP-CAM-E 無論是Step 1 或是Step 2 你不夠時間 即是你已經過了時間 要清洗 但你沒有時間清洗 要立刻噴汁 是否 不要呢 Step 1 不要超過20分鐘 都不用 或者還未噴 Step 2 未超過20分鐘 都不用 或者還未噴 是否 這個就是我 很重要的秘訣 所以我做事 這個空間 我一定會有一支 NAP-CAM-E 放在這裏 如果我上網做銀行 或是在做證明 或是在準備 我講稿的東西 有時走開了 你覺得那個神髓 或者做事的 鐘斷了 也沒有那麼好 我看過那個鐘 我看過20分鐘了 我還未可以走得開洗 我就立刻會 吐這個NAP-CAM-E 吐到它濕淡淡 這樣就會好很多 這就是銅銀行的秘訣 第二就是去黃 我先講去黃 因為我們是黃皮膚人 去黃的程度 要加強留意 當然 睡眠質素 飲食 都很需要 去黃 有一個很重要的產品 就是冰河泥 除了清潔之外 冰河泥很好 天氣不適合 一個星期用兩三次 但是兩個星期用一次 或一個星期用一次 都可以的 最重要的是什麼 重要的是一定要打底 一定要打底 有很多人用冰河泥 是不知道一定要打底的 因為這個冰河泥 是一個冰河泥海底荔 它屬於很乾性的棉膜 所以用完之後 如果你不打底 是會很容易出油 為什麼會容易出油 是因為皮膚過乾 在腦裡告訴你 你皮膚很乾 你不停滲油出來 去保護皮膚 所以一定要打底 然後這個冰河泥 不能乾乾才洗 八成 它乾到八成 你就要洗 洗的時候 也不要直接用清水洗 一定要用NAPCA mist 噴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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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溶解了 先用清水洗 所以 這就是用產品的小鼻吸和小鼻血 把每件產品都用得極致 用得很好 有些朋友說 如果我真的忘了加 怎麼辦 忘了加就沒辦法了 我就建議你噴濕一點 還有之後 我建議大家用完冰河泥 之後 一定要立刻做一個保濕面膜 這個保濕面膜 我會建議這樣用 就這樣用 因為現在已經很少 獨立只用保濕面膜 我全都是同行 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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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同行 NOW 也不建议我们连续30天这样做 有时你也会想做一些基本面膜 我建议大家多用K-Pack 基本清洁的面膜 它有高领土和黄浆 它是一个很温和的清洁面膜 重点是什么呢? 如果你想去黄浆的时候 一定要加这个 公司满压力常用韩国的保湿精华 这两个拼在一起用 它的去黄效果非常好 我们说了很多的液装面膜 液装面膜 那份量如何使用呢? 其实有些人面大一点 有些人面小一点 有些人容易吸收 有些人没有容易吸收 总之要塗到整个面膜 就像吃蛋糕的面膜 是不能看到皮肤的 是敷得很厚很厚的 这样用的 这个就是分量的方法 去帮助大家 另外一个就是进入一个 大家经常都会说的 就是Spargate Spargate Spargate 其实我的皮肤为何保持得好 或者用的效果特别明显呢? 是因为我一个星期 会选一天用Margel 我是隔天使用的 例如1-3-5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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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使用Margel 用Margel 用完Margel 你发觉 连续2-3天 整个皮肤质量差很远 你的吸收产品 是差很远的 到最后的时候 用完Spargate 最后的环节 我会怎么做呢? 它变成了 我就会用这个 渡头 我拿着手机 如果我是二号程式的 二号程式 我就会噴濕 面 噴到很湿 很湿 很湿 我就会由这个位置 开始这样刮 这样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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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刮三轮的 刮三轮 可以吗? 我这边也是 我就是这样刮 这样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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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是这样刮 这是刮三轮 差不多都是 分量2分钟 那我就放大约 一两分钟 我就洗 因为以前 我们其实 放大约 差不多十多分钟 都可以洗 因为现在冬天 不要放那么久 因为其实 Gel也很快干 那这个就是 我用Spargate 很重要的秘笔 好了 另一个秘笔是什么呢? 就是要噴濕皮肤 好了 我也说了 当我洗完面 之后 我塗Step 1 这个白色Gel 之前 我要塗什么? 先问一下 现场观众 Ricky 你可不方便说话? Ricky 你可不方便说话? 你上班应该不方便 问一个方便 Jerry妈 先问你问题 我和你解除你的症婴 解除不了 症婴 可以吗? 可以 你解除了 很棒 好了 洗完面之后 在做Spargate Step 1 到Spargate Step 2之前 要塗什么? 涮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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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好了 那我们做Spargate Step 1之后 到Spargate Step 2之前 又要再塗什么? 又要什么? 涮肤水 涮肤水 没错 可以吗? 总之你洗完面之后 你塗任何涮肤水 一定要用涮肤水 一定要经历涮肤水 很多人说 那便很烦 我就觉得 我曾经用过的产品 用动物价比超高 特别是我们想用好产品的人 而且塗肤水真的很便宜 8多元而已 所以我家每个月 买两支至三支 特别是我的女儿用很多 说到塗肤水 给大家一个提示 就是 如果一些 敏感的皮肤 濕疹的皮肤 又或者是一些 皮肤有红肿 微丝血管 爱露得很重要 买一些比较漂亮的BB棉 不要买化妆棉 要买BB棉 因为BB棉的绿 比较好 就倒入很多爽肤水 敷着棉 敷到它 大约十分钟 就拿走它 你连续敷一个星期 皮肤有很多小问题 就没有了 这个爽肤水 我推荐大家 可以用来急救 每次用产品的时候 皮肤增加 去吸收 还有有效 带出成分 带出效果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 有金柳梅 金柳梅 是本草肛木 里面 很有效的草管 成分 对皮肤非常好 所以 濕疹的皮肤 当时我女儿 严重濕疹 我买一个这么大瓶 是噴妆 洗澡后 我倒入三瓶 洗澡后 全身噴 再用其他身体液 它的效果非常好 每次老师教我 我觉得很好 这个就是我用SPAGAY的效果 就是提示 一个星期里 要选 每天用MARGEL 一定要用粉肤水 一定要用 噴濕它 OK 另一个就是 我们的牙膏 我知道很多朋友 都喜欢我们的牙膏 为什么我觉得 用得没有人那么好 我保持照片那么好 有一个秘诀 大家说好吗 秘诀是什么呢 你的牙策要干 要干 你的份量 要那么多 要满了整个牙策面 接着你的口腔 要干 不可以濕 不可以濕 然后把牙膏 放在牙齿上 大约二十秒至三十秒 你才开始刷牙 那你用到AP24整个系列 无论是抗牙色牙膏 和美白牙膏 你用三天 你相信我这个方法 你用三天 你整排牙齿的感觉 是完全不同 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刷多久呢 刷足两分钟 刷足两分钟 对不对 要刷足两分钟 那么你的效果就做得非常非常非常之好 那么这个呢 我也是有教育小朋友 当然他们不会跟得很足的 但是为什么我两个小朋友 都拿了牙科保健 结出什么精英 厚康健康奖呢 就是因为我自己用产品的时候 我都将我用产品的一些提示 或者怎么用得好呢 是用好它 那么有些朋友 有些人会说 就是想法那么好 放上面就可以了 其实我觉得产品好 用好的方法去用 才用到它 即是极尽的效果 对不对 所以不要浪败 我们已经买在家了 当然用好它了 好了 到最后呢 就和大家分享 全成热化 就是我们的 neutral的系列 有些朋友问 为什么呢 我好像没有你的头发那么松 的用完之后 为什么呢 还是好像很跌下来 真的没有你的效果那么好 其实不知道为什么 人们觉得我用产品 用得特别好效果 其实我想说 不是我用产品 用得特别好效果 而是我很细心 将这件产品 用得特别好 我用这个洗头之前 我会加回我们平时的洗头水 我会把我的头发 一点都不随便 把头发和头皮洗干净 我用这个 把头发洗得很干净 把发根洗得很干净 那我就会用这个 去做我们的头皮护理 和头发护理 因为我觉得这个 shampoo 它不是只是一个普通洗头水 我用它来做 只是洗头那部分是很浪费的 所以我导致用这个 去清洁了 洗得很干净 然后我就用这个 因为我很久之前 听了一个发型师的讲座 他说 洗头不应该洗一次 是要连续洗两次 第一次是洗头皮 和洗髮根 第二次是洗头发的 所以这个对我们很有用 所以不要浪费它 之前也要洗干净它 好了 这个我会用大约五毫子至一元的尺寸 视乎你的头发的质素 我做完之后 我就不会立即去洗 我就差不多 这样拿下 我就是这样拿 就是把它的很好的精华 把它在发尾上 拿下 拿大约三十秒至一分钟 我才去洗走它 好了 我另一个秘诀是什么呢 无论我皮肤和头发 我长期在手袋里面 一定会有NAP-CAMIS 我喷得很夸张 喷得很夸张 基本上我一个小时 就拿出来喷一次 所以我皮肤不容易出暗瘡 我皮肤不容易干 我皮肤会长期有干窄 我皮肤用什么产品都觉得很容易有效果 就是因为 你手头上有的东西 和我手头上有的东西 我们一样都有 但我用的方式 和我真是好 很珍惜公司每件产品 用的很有效果 而协助我自己有一个 不用说太多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公司的理念是什么呢 就是产品好的时候 其实我不需要说 生意这么好做 我不需要特别跟你说 产品是怎样 你看到我呢 你就会看到整个产品的 很好的科研 和我们公司产品的优质 那我呢 去到这一部分 就差不多完 了 我要交给阿Man 我见到Man 噴了NAPCA Mist 就应该准备开始 说你是PharmaMax 我们很召唤 现在的几件产品 如何将它有效用得好 那Man 说完之后 如果你们有时间 想问问题 那大家都可以一次个问 好吗 那我将时间交给 Man 多谢你 今天特别在B&I之后 又和我们 今天晨早五点起床 又和我们 又和我们 今天晨早五点起床 又和我们 今天想分享一些 就是产品用上的小秘笔 因为我不是主持 老师 可能你将我的主持 才会变成大头 现在我还是见到你大头 那虽然我的头 没有你的头那么漂亮 那 行不行 那我最喜欢今天讲的 是几个主持 那 其实刚才老师说了很多 很多是关于 皮肤好的 一些老师用的秘笔 那我想今天讲 就是一些 其实 皮肤好 有七成是来自身体的 身体好的时候 皮肤也会相对容易 我那时候有二十多岁 开始吃Newskine的原因 之一就是 我不想露了的时候 赶回很多钱 给我的皮肤 所以我读书 读书的时候 已经开始吃Newskine 的营养素 开始的时候 用Mutic Central 所以很简单的产品 那 我今天的责任 就是 令大家手上的 产品都可以养得好 首先我会讲 几个产品 因为要身体好 其实第一个问题 就是肠胃要好 那就是要吸收 吸收好 那 吸收好 应该有很多 都很熟悉的 就是 益生菌ProBio 那 ProBio 我今天没有带出来的 但是ProBio 我们的益生菌的好处 就是 它可以过胃酸 和胆汁 而市面上 不是很多 可以过胃酸 去到小肠 吸收 还有20亿个 益生菌 那 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 世卫要求的 建设 所以 这个益生菌 的选择上 来说 很多人吃过 很多品牌都说 没有什么 材料 而吃完 用品牌之后 发觉 原来 效果更明显 其中一个 就是因为 有一个成分 去到小厂的时候 仍然有这么多 的益生菌 那这个就是益生菌 记得 就是吃法 就是空肚吃的 那我们很多时候 在任何美食人之前 我们都会 我们王菲天都会教大家 吃一个 叫排毒餐 排毒餐 排毒餐的意思就是 益生菌 是最初的14天 就是做一个排毒餐 就是益生菌早 凌肚起床 第一杯水之后 就喝完第一杯水之后 就吃两粒益生菌 最好是 这个天气更加是温水 吃 那开头起床 凌肚起床 喝到两杯水的话 会对整天的腸围 都会好很多 然后 下午也是凌肚 饭前吃两粒益生菌 然后呢 我就会教人 就是临饭之前 吃第三次 就是两粒益生菌 那这个呢 你会发觉 有些会发觉 把很多年齐的宿便 都可以排得很干净 而且 那些人骨轻了 那有些人可能 头那 有些人的情况 可能头那三天 都没有了解 那 不用担心 可能它本身也很干净 那 其实益生菌排毒的意思 不是排宿便 而是我们小肠 一条肠里面 一条肠里面 好像一条肠里面 是要八成是好菌 两成是坏 是一个好的平衡 不是说完全没有坏 是不可能的 但是比例应该是这样 但是都市人 因为吃太多粒杂东西 吃 例如今早周都是糯米鸡 那这些呢 其实呢 都会令到消费系统 是塞了一些的 那会变成八成是坏 两成是好菌 那这会相对来说 相关感冒 甚至是皮肤都会差很多 那现在有些人 有些皮肤的面色 肯定是 毛肯有粗 暗牙等 等等 那可能是因为 它们的消费系统 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呢 你去搞任何东西之前 你吃几个补品之前 其实应该一条小肠 都是清一下它先的 所以生菌的排毒餐 我们偶然都会做一次 可能是一年做一次的排毒餐 其实给我们自己的伴侣上好 就是新朋友或者用家都好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调理 那什么时候吃呢 就是什么时候用这个排毒餐 就是要试乎自己的需要 那譬如我自己 就一向从小到大 都一样一样的 那我就会继续做一粒 或者有时候 甚至是早两粒 晚两粒 都会继续吃 那一排的话 尤其是 作流感高峰期的一排 你要发觉 这样吃的话 免疫力是好很多的 那 这个就是益生菌 而且你会发觉 就是 嘴角 我有一张图 刚才手繪了一张图 对 这张图 哈哈 那就是 如果你发觉 这个人 他的嘴角 这些围 就是 很多粒粒 很多粒粒 这个有机会 是 那个 消败 有什么 这个时候 他吃益生菌 也是一个很大的 帮助 那 好了 说完益生菌 我们不是单吃的 另外就是 我们最常吃 亦是最主打的 products 就是 我真的会建议 任何一个partner 都会用的就是 Live Pack Live Pack 就是 很多时候 我们会第一个 我们开 自动革命的计划 都会开一个 Live Pack 因为你会享受到 七五折 其实它维持了 五百多元这个价钱 即七五折 五百多元这个价钱 也维持了很多年 那 其实一个Live Pack 如果你整盒 整盒整齐的话 是 先休息一下 整齐的话 其实是要三千元以上 才能整齐 甚至整齐不齐 因为里面有些微量元素 其实在坊间 是找不到的 而一盒Live Pack 是足够的 有三十四种元素 四种抗氧化剂 我们身体老化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氧化 所以其实这个 Live Pack 是其中一间 第一间 抗氧化科学的 一间 保健品公司 嗨 我朋友 这个朋友 Eva 吃Live Pack 很多年 一直吃 Live Pack 加鱼油 哈哈哈 这些是朋友 深海鱼油 深海鱼油 哈哈哈 我吃了两年 之后 因为我以前的场合很差 真的 一吃火锅 或者烤夜吃 其实第二天一定 一定一定 一定肠胃炎 但是现在就没有了 哈哈哈 我超喜欢吃火锅 超喜欢烤夜吃的人 超喜欢吃东西 超喜欢吃东西 哈哈哈 这个见证很好 是不是 哈哈哈 麻烦了 这些我就是我们 商务的朋友 在这里见证 那这个都是 我服用了很多 很用心服用的一个客户 那就是产品会说话 那 hello Fanny 你好 很久没见你了 那 那 这个就是Live Pack 那 我自己由大学时期 都一直在吃Live Pack 那 那 因为真的发觉呢 我读U 是part time 读的时候 我周围要上班 日后要上班 周围要做project 那 还有是OT 那种 那真的很忙 也很容易累 但是 就是我的同学呢 上课 我都没有这个症状的 那 那 还有很多病了 都不会轮到我 所以其实Live Pack 我形容它是一个金钟罩来的 那我们吃Live Pack 怎么吃呢 就是一定要饱吐吃 那 versus 刚才说的益生菌 是空吐吃 Live Pack 一定要饱吐吃 因为里面的抗物质 其实不是真的容易 消化得到的 那 Live Pack 最好就是 如果第一次吃的话 是餐中间吃 那 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 是有水红性 亦都有脂溶性的营养成分的 那 什么叫脂溶性 就是油脂 那你吃饭的时候 已经有一些油脂 那它可以帮助你吸收到最好的 那 其实我说Live Pack 可以继续讲一个钟后 那 而Live Pack 其实我喜欢它是因为我们有一部抗氧化机 可以继续讲到 食之前 和食之后的分别 那 一个Live Pack 里面 它有 的 营养素 它有 你会看到它是两颗白色 两颗是有颜色的 那其实白色是矿物质来的 那 你坊间就这样吃过 其实矿物质是比较难吸收的 那很多时候都会黏在腸上 但是我们这些不同 因为我们的 你会发觉 那些客人一定会投诉 那些朋友都会说 哇 我吃四粒 这么多 这样的 走陰 那 那 会 我解释 因为其实 我也有问过科学家 就是说 如果 Live Pack 四粒 扔上去 压一多粒 是可以的 但是呢 你压到那么窄的时候 小肠它吸收不了不多 那变成了很浪费 那所以呢 你会发觉它仍然是粉状的 而且是胶狼状的 那就是 它这个 是一样会过到胃酸 因为呢 它是包含了氨基酸的 这些粉呢 其实是每个都是包含氨基酸 那就可以压到那个胃酸 去到小肠的时候呢 在小肠那么长的时候呢 就慢慢吸收了 所以我们 给坊间的营养素呢 它的吸收率呢 是高很多的 坊间很多 就是有些做过一些 research 是 你在屈记 或者是万记 买到的那些营养素呢 可能它吸收到 是到15% 或者是20% 吸收到两成的营养素呢 很厉害的了 那所以有些医生呢 会跟你说 你吃营养素啊 记得喝多些水啊 因为呢 怕黏在肠子里 塞在肠子里 但是我们那些呢 是吸收到八成以上的 那所以 我们那种就值得吃了 因为你吃的 吸收尽了嘛 就不是营养素了 所以LivePack 是很值得吃的 一来 我们五百多元可以买到 二来你真是吸收到 是最完整的 那 吃的时候呢 有些情况 如果你的胃不太好 留意回 那因为矿物质多 那所以呢 就要饭中间吃 那甚至有些是 真的吃得很容易胃不舒服 甚至是有些噴粉 喝不够水會噴粉 那你可以教它呢 就是 兩粒兩粒地吃 就是早餐呢 就是吃半包 那半包的意思呢 就是一粒白 一粒顏色 那另外那两个半包呢 就留回晚上的餐食 你可以尝试它 它开头的一个星期 是这样吃先的 那它会减低了一些消化的一些 很多时候会看到的不息 那你再留意回 其实不舒服 是因为我们身体 不是那么习惯 吸收矿物质 那所以呢 你可以 就是 教它就是这样 一粒一粒一粒 那 那 我通常呢 这些朋友呢 我就会跟他说 你试一下买一盒 就是我用原价 七百多元 那一粒 那你就半包半包 那吃 那就可以吸收得到 吃得到之外呢 是减低到不息 那它就没那么容易抗拒 那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呢 就是说 咦 吃胶囊 不吃胶囊 那 那其实呢 这个呢 大家都知道 其实它不是胶囊 来的 这个呢 是一个猪牛軟骨造的 一个collagen 来的 那是補品来的 那它是 就是 骨胶囊 那所以其实这个殼 其实是 你放在耳朵里 被人家用了 那所以它是 你身体是完全可以 消化吸收到的一些东西 所以整包都是補 除了一个胶袋之外 那 那 那还有其实 就是当年是一个很好的 法明 就是它一袋一袋 那 那 那你吃的时候 很方便 一包就 就是 就是 就是随时随地 拿出来吃 那所以其实 就是 就是全身都是補 那 那 再说就是 鱼油 那鱼油是 我们是用的 就是深海鱼油 就是深海鱼油 那刚才我朋友也说过 那 那鱼油是 它是 用的 是深海鱼的鱼 那 那为什么要吃鱼油呢 就因为我们 食物里面 已经太多 Omega 6 那 那我们身体一定 需要一个平衡 就是3和6 Omega 3和6 那 太多 你会发炎 那 Omega 6 来源 那 包括了 动物油 包括了 大豆油 包括了 食物煮食的油 都很多Omega 6 那 蔬菜油 都很多 那 其实这些油多呢 你身体都是容易发炎的 那 而 Omega 3 所以 为什么吃鱼油呢 就是我们可以用平衡的比例 是1-4 1 Omega 3 4-10 这样的Omega 6 是比较好一点的 所以我们平时吃 为什么吃 人们说吃两粒 那么大粒 深水炸蛋 那些人 有原因的 就是因为你身体需要这些 去帮助 你保持身体 那 那一陣子有口冷痛 或者炎症 重 就更加需要多些 那我就会吃4粒 譬如这陣子我皮肤很差 那我就会吃3粒 早上 晚上3粒 甚至4粒 那 这种鱼油更加不同 因为它加了鱗虾 鱗 鱗就是 南瓶 就是那些最大条的 的捕鱗動物 它们吃的微生物就是鱗虾 鱗 鱗是很好的虾青素 是很高的抗氧物 所以我觉得是帮助得到 还有鱼油呢 都是饱逃 我们也有见到饱逃吃的 还有 鱼油 反正鱼油 就是鱼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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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油 鱼油就是一个很漂亮的鱼油 鱼油 也带走一些坏的鱼油 所以我们就算是减内脂 也会用鱼油 鱼油油 鱼油油 是可以讲很久的 有空 星期五来 咪咪老师 就放过头 五的时候 咪咪老师会讲多些 深入些 是关于 身体的状况 和如何配合用法 现在我也是讲一般的保健 是令到你体内和体内 都是一个最好的环境 刚才讲了基彩營氧素 必须要讲就是 U-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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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NewSkin里面的 A-FLOG系列第三种 亦是最先进的 基因层面 擴触到保健品 先休息一下 U-SPAN U-SPAN 有一次过可以改善身体六大系统 包括了骨格 关节 心的流行 消化系统 呼吸系统 包括了气管 还有 腦 我想今天讲多些 两个 第一个就是皮肤 腦 皮肤 最后 U-SPAN 会令到你 整个气管 身体状态 去到年轻的状态 最明显 我们这些 无事无缸的 会发觉 皮肤明显地光滑好了 淡性好了 还有 淡巴 是会鬆了 没有那么容易濕 你会发觉 皮肤淡性好了 所以 你会发觉 为什么 U-SPAN 三个月之后 又年轻了 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 因为U-SPAN 令整个身体 脑化的速度 逆转 这是其中一个神奇功能 所以我们也会称为 美容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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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来说 我最喜欢其中一个功能 就是对脑 有很多研究 都发觉 U-SPAN 十三个成分 是全球搜罗 你平时吃不到的 但它会令到你的脑 去到年轻的状态 有什么是明显的积狀呢? 你会发觉 看你的脑化程度 你会发觉 他的记性是会好 好 好 而且 甚至是 有一些 医生的医生的医生 看得到 腦的反应 是会强了很多 所以他写的就是 对Cognitive 行为 就是他认知能力 是好 所以对一些 轻微做 腦退化的人 是会有很大的工作 这是医伤 如果家人有老的疾病 包括了轻微的柏金浸 或者是一些老退化 其实U-SPAN真的 很应该要吃 那 U-SPAN 真的对一些老的反应社区的帮助是很大的 那 什么叫U-SPAN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人的寿命 是应该是有 就是当你是75 就是香港是全球最长命的地方 去到80多岁 寿命是长的 但是你健康的寿命有多长呢? 那你都不想老了之后 要拿着拐杖 回去行山爬山的时候 就自己是 是 就是 关节痛 等等 那其实U-SPAN U-SPAN最好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可以令到 你整个状态都回到很年轻的状态 那这个就是健康的寿命 是比你人生的寿命 所以U-SPAN是很好 还有真的是消炎的 譬如那阵是炎症重 夜睡那些 其实U-SPAN都很大的帮助 那 有很多很多见证 我们可以之后再谈 那 也是一个 关节 我妈妈就是因为 U-SPAN之後 她可以走得回 顺利很多 可以自己去旅行 是好很多的 所以这个这个 今个月呢 有批评 平时我们买都要千多 千五元的 ARO都要千二 但今个月呢 八百多元已经可以了 所以真的 我已经 我有朋友 就是妈妈的朋友 一次过一买就买七个月 所以慢慢吃 所以 很好 一个产品 今天很简短的分享 希望可以帮大家 用好产品 对了 那我想再交给 詹文娜老师 耶 多谢你 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可能三分钟 三分钟的Q&A 你刚才听完之后 或者用Skin Care也好 或者有什么想用的过程 里面用得好些 或者留意的地方 你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问 有没有一些为朋友想问 或者自己 一直以来用的产品 觉得 真的用的 都不是想像中高的效果那么好 哇 都可以问 随便发问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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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如说多一点 就是呢 其实很多时候 保健品呢 会有些叫做明媛反应 嗯 就是叫做好转反应 那就是当你自己开始 去吃之前 当然要做多一点的 就是资料搜集 或者问多一点你的介助人 嗯 但是 其实呢 好转反应的意思 就是说 帮我们 哦 老师要解决了他们 他们开不了声 哦 不好意思 好 你继续说吧 我做 是的 我们也叫做明媛反应 或者叫好转反应 就是说 开头吃的时候 在中医角度 就是我们 这个可能是最健康的状态 这个就是弱了些 我们叫做最虚的状态 就是这个状态 热火 热气的 那不是一些差的反应 只不过呢 你的身体的身体 就开始提升 所以就会 爆瘡 热气 燥热 燥热 慢慢就会 调理 OK Anna 我解除了你 是的 是的 我有个问题 有些人会在吃R-Square 如果他问 我吃R-Square 又吃Youth-Span 你可不可以简单地讲解一下 两者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应该怎样是一个好的答案 我先看看他 首先我会看看他 餵什么而吃 他有没有吃LivePack 你当他有 好 好 那他应该是最完整 其实R-Square 和Youth-Span 我看一张图 这个是LivePack 这个是R-Square 这个是Youth-Span R-Square 就等于一个漂亮的车 你也有漂亮的油 你法拉里 没理由駕駛 入油駕駛 这就是LivePack 所以就是一个基础的油 R-Square 就等于给它 让它有土壤 营养一些能量 令它去飙芽 发芽 我们身体开始 R-Square 帮我们去到细胞层面排毒 它会帮它充电 而Youth-Span 就等于放在它 很漂亮的环境 漂亮的阳光 漂亮的空气 水分 令它更加 抹油 R-Square 对 等于帮它 替它 替它 好 Youth-Span 就是等于 你的车 駕駛 駕駛 你也要抹油 你要抹油 这个就是Youth-Span 可以吗 我再组织一下 好 你可以再问 Joy问 Can you repeat one more time on step on how to use spa OK 很简单 要清洁面 用Lumia也可以 用普通洗面 用各样的洗面产品 接着一定要塗我们的平衡水 塗完平衡水之后 就用 Step 1 然后Step 2 在Step 1和Step 2洗面的中间 都要靠上平衡水 因为水分 令水分 7.5-9的减症 所以会用到 我们吸收皮肤 产品的有效成分和效果 好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就会 净噴湿 茶膠之后 净噴湿 净噴湿 噴湿了之后 接着我们的视频教 做完第二步 之后 我就会再按多次2号 按多次2号 我就用这个 这个边 这样刮 这样刮 刮面 刮三次 这边是这样刮 这样刮三次 现在就是秋冬天 就敷衣 大约分两分钟 洗了就可以了 那你也可以 重复回 刚才我那个 我是早说 这部份 这个比较详细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比较简单 去讲解 OK 可以是吧 解答到你 好了 那今天呢 就我们的分享到你 哇 你立刻在做 看到了 看到了 那么 希望你等一下 post给我们看 你的效果特别好 今天用这个方法之后 你可以在不同的社交平台 留言 想听什么题目 我们逢星期二都会 折着下去 都会有我们的 周二教室 online教室 任何东西 都可以和大家 按主题式 或者按慘答式 去分享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 就到这里了 拜拜 穿多件衣服啊 好冷啊 天气今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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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